明天 你想上我吗 我今天就想 他在办公室和自己的小秘书私混 完事后还将对方的小裤子藏了起来 没事就拿出来闻闻这象征权力的味道 只是不久后 妻子便给他端来了一份特别的早餐 你干嘛把你内裤放在盘子里 这么小镜我可以穿吗 那这是谁的 吴明天你这个王八蛋 我跟你几年了 我给你过了什么女裤 我连一套内裤不对吧 你这没有良心的狗东西 面对妻子的控诉 天宰强装镇定 还道貌岸然的说一定是有人陷害他 争吵完后 阿芝来到丈夫的公司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裤子的主人就是眼前这个大屁股秘书 我帮你洗好了 我帮你洗好了 夫人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有病吗 拿一件丁字库给我 内裤这么小一件都夹不住啊 你讲话可以再难听一点 天宰是个不入流的十八线导演 年仅四十的他 活出了自己名字的精髓 吴明天 他和妻子的生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没有明天 他志向远大 梦想着能和李安一样 有朝一日把台湾电影推向全世界 可天宰的导演水平却十分业语 为了赚外快 只能接一些神药广告 而连日光夜景这样的基础拍摄手法 也需要外行朋友来向他科普 天宰有三个司党 都是他的高中同学 做保险业务的电风 万年单身的肥宅罐头 还有做死人胡纸生意的碧桀 他们几个毕业后混得都不怎么足以 常常聚在泡沫店打牌聊天 而这也是他们逃离现实之苦的府邸 一旦走出这里 他们还是要各自面对生活的苦难 寻找困境中的出路 在保险公司上班的电风工作能力极强 上司也是自己的老同学 而就是这层关系 让电风时常受到特殊的照顾 升不了职也加不了薪水 还要被好同学破 就是这样的一位好上司好同学 多年来一直压榨着电风 电风虽然委屈郁闷 但也不好发作 毕竟还要靠这份工作偿还房贷 这套房720万 他拿出30万积蓄和父亲的遗产 才勉强凑足了200万首付 每月的高额房贷 容不得他有半点喘息的时间 而因为没钱 他只能买这种半价半封闭式的摩托车位 每次熄火后还需要人力推车入库 而但凡忘记拿手机包包什么的 他就得再来一遍 万年单身的罐头 好不容易交了个女友 然而交往了两个月 不仅没如愿焊接 还被对方骗光信用卡 带着衣服包包化妆品跑路了 留他一人还债 罐头自觉生活无望 于是便吞下整瓶减肥药仕途立分 不过他人穷命硬就连阎王也不收留他 电风和天仔及时赶来 将他送往医院 而离开前 澡堂经理让两人结账 原来立分前 罐头还不忘策马奔腾一次 两人带的钱不够 就打电话给了另一个兄弟毕杰 毕杰是个结巴 此时他正在婚介所找红娘 给自己介绍对象 毕杰从小有奶奶养大 两婆孙相依为命 经营着一家纸糊店 职业不好 收入不高 讲话结巴的毕杰因此一直没结婚 可奶奶久病在床 看上去时日无多 所以他听取了邻居们的建议 找个对象结婚 给奶奶冲冲洗 从红娘店离开后 毕杰家里来了三个访客 英建的金童玉女 和一身黑衣的百度人老李 由于毕杰体质特殊 他一直有着阴阳眼这个功能 毕杰以为是奶奶的时间到了 而老李却一脸高深莫测地说道 时间既存在 你这个空间 他安慰毕杰 万物之始 大道之简 演化之凡 万物从无到有 由一处来 终究必须回到一处 毕杰知道这是阎王爷来招人了 奶奶看来挺不过这一关 不过他无力改变什么 烟点燃后就会化为灰烬 人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的四个中年男 苦的苦仇的仇 可生活的压力并不止于此 谁都不愿相信落土八分命 但底层阶级注定的悲剧 却不得不让他们道出那句人生好难 天仔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导演梦 白天没戏拍 他就晚上拍 这颗苦了妻子阿芝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可他却毫无怨言 一如既往地陪着丈夫做着这个电影梦 不过天仔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狗屎 一次给市长拍宣传片时 天仔产媒讨好的嘴脸迎来了市长的好感 起料高委员突然带人闯入 想跟市长聊聊今年选举的事 他因为政治丑闻被停权处分导致无法参选 所以十分恼火 他把市长拉到厕所商谈 之所以选在厕所 一来这里没有视听设备 来这里也算高委员的福定 高委员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 要求市长担保自己的职务 而市长则建议他找一个形象好 没有派系色彩的素人傀儡 高委员在背后控制他 这样就可以对支持他的利益集团有个交代 商量一番后 两人将目光对准了天仔 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天仔的反应却是 我人生的目标是想要拍电影 让台湾电影被世界看见 高委员心里直乐 这年头还有电影梦的人 不是天真就是还没睡醒 操控起来绝对容易 说想把台湾电影推向世界 其实骨子里做的还是发财梦 天仔口袋里一直留着一张彩票 这张彩票只差个四号 他就能拿到一千万奖金 天仔觉得这就像自己的人生 就差这一步 天仔就这样从导演转变成了政客 从拍摄者转变成了被拍者 身边还多了一个秀色可参的秘书瓦勒利 虽然知道自己是柯棋子 但刻在骨子里的导演思维 还是让他习惯性地提意见 高委员我觉得请听好像有一点不太对 请听好像有点太容易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像明天 我们一起上个厕所 只是在跟着高委员进了一次厕所后 他便唯唯诺诺 作为新人 他眼前只能学会听话 那份失败的罐头在天仔的帮助下 终于得到了一份护正式猥琐的工作 工作内容很简单 就是去查访那些幽灵户口 文讯登记 然后拍照取证 罐头原以为自己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活着 继续无意义地生活 然而这天他却敲开了一扇时空之门 映入眼帘的这个女人 他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自己暗恋二十多年的校花麦娜斯 女神还是跟当年一样漂亮 只是没把她认出来 客气地提交信息 这本该是件令人激动的好事 可进入后看到仪式风景 又听对方说自己做按摩生意 罐头瞬间透心凉 原来自己朝思暮想的女神 竟然早已沦落风尘 白月光变成了大宝剑 他仿佛听见了爱情破碎的声音 可曾经遥不可及地欣赏人 如今一百块就可以得到 他真的会甘心不去碰吗 女神的出现让他魂牵梦绕 这天罐头又以查户口名义再次办 不过这次开门出来的是一个陌生男子 两人意味深长地相视一笑 来到麦内斯的出租屋里 罐头的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看 麦内斯见多了这样的男人 他把手贴在了罐头脸上 我的手有温度对不对 那我是幽灵吗 不是 加个赖吧 这样以后你就不会来查户口 好兄弟毕竭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桃花运 红娘给他介绍了寡妇阿月 为了抚养女儿长大 阿月迟迟没有结婚 因为担心母亲被骗 女儿也一同跟来看看这个相亲对象 女儿以为两人曾经认识 因为母亲总是能知道碧杰要说什么 可阿月也很吃惊 明明才第一次见面 却能如此契合 懂自己的人 是不需要开口就能明白你心思的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浪漫呢 碧杰像阿月母女 说起了自己不堪的职业 可温柔的阿月却并不介意 约会几次后 阿月就把碧杰的纸糊垫 当成了自己的家 照顾起了奶奶的一日三餐 不但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对外联系客户 解决了碧杰的沟通难题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 罐头 天宰 碧杰的人生都迎来了转折 电风也不例外 她在漫画店里认识了女友阿珍 两人一拍集合 没多久就在漫画店的包厢内 研究起了肉身汗阶 而因为没做防护措施 女友意外怀孕 可她却没有勇气考虑未来 她喜欢阿珍 但每月高额的房贷又让她害怕结婚 于是她跑到天主教堂寻求启迪 神父虽看起来身兼数值 但说的话却聚聚在里 未来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好方 成长大孩 带她 要你做个行李 陈主的道路上 听了神父的话 电风牙一咬心一横 顶着压力定日子结婚 婚礼如期而至 好兄弟天宰却带来了高委员 把电风的婚礼变成了他的竞选舞台 毫不愧色的宣兵夺主 让一对新人难掩尴尬 面对这样的窘迫 电风也只能强颜欢笑地道出自己的不愿 可眼下 婚姻孩子房贷才是她最惆怅的事情 每一件都如同一座大山向她压来 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有什么能力给阿珍带来想要的幸福呢 另一边的天宰渐入佳境 她似乎已经摸清了从政之路 秘书瓦勒利看她前途大好 也主动投怀送报 天宰春风得意 高委员让她倾听 她没有学会 但高委员的办公室文化她却无视自同 斩获瓦勒利后 天宰出长权力之位 野心也开始膨胀 她不满足于高委员给自己订的倾听口号 直接改成了明天会更好 这不仅是跟自己的名字挂钩 更是对高委员的下马威 明天会更好 我高威亲不好是不是 而此刻的天宰也有之前的被邀请者 转变成了发起者 我们一起去上个厕所吧 怎么样 看到我就想上厕所 只因她摸清了所有门道 我知道你是把我当棋子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想法 大不了就是摆烂落选 我不会有损失的 但你就不同 像会有更多人不放过 你的经营主 小事情的委托人 还有融资的银行 现在是你需要 不是我需要 明天会更好就明天会更好了 但我告诉你 离娃勒力远一点 拿捏住高委员的七寸后 天宰的事业蒸蒸日赏 曾经只差一步的四号 也成了自己选举的号码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风顺水 天宰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导演梦 又或许他从来都不热爱电影 他在乎的只是自己的虚荣心 只是发号施令的快感 而这一切 也让他逐渐迷失了自我 再次聚会 三人被毕杰带到了自己的新家 眼前这座破旧的房子里 藏着一套他自己用纸壶的大房子 门口有条会叫的小狗 屋内的设施一应俱全 那些他买不起的家具家电 都被他糊了出来 而善良的毕姐 还惦记着天宰的剧本 惦记着罐头的女神 也惦记着为心头那个知情达意的女人 留一扇窗 看一眼不可企及的富士山 四个中年屌丝 也只有蜷缩在这一间给死人糊的纸屋里 才能享受到片刻的惬意与自由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此死去会后 他们的生活将迎来巨大的转折与波动 首先是电风 常年来电风一直遭受顶头上司 也是自己老同学的打压 明明工作能力极强 却一直升不了职 加不了心 这天公司来了一群黑社会闹市 只因电风给他们公司损失定损定手 而上司考虑 反正赔钱也是赔公司的钱 他犯不上为此得罪黑社会 权衡利弊后 电风又成了他讨好客户的牺牲品 说吧 电风起身干掉了五角杯子里的咖啡 这样没人情味的公司 电风再也待不下去了 从公司离开后 路过一片小湖 电风思索片刻后跳了下去 他想自己做主一次自己的人生 他想洗干净这么多年来的憋屈 放开手脚 自由自在地遨游片刻 科学家说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一场大爆炸 它产生了时间与空间 但大爆炸之前可能只是一片混沌 或许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找寻人生的答案 但说不定答案本身就是一片混沌 在好兄弟的鼓励下 罐头终于鼓足了勇气向女神表白 我前几天还想到你 想到我什么 我觉得 你跟我认识的男人都不太一样 让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我们认识很久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准备一下 麦娜斯 原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纯情 和同学间识过境迁的重逢 来一次和女神的浪漫之旅 可在女神眼里终究还是一桩生意 坐在女神的工作室里 罐头思绪万千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份感情是幻想还是真实 是欲望还是爱念 一场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期待的事就要发生了 这到底是梦想成真还是梦想破灭呢 最终罐头还是哭着逃离了 自己供奉三十年的女神 此刻已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失去了距离 也就失去了幻想的美妙 梦有时存在于脑海里 会比触摸到更加真实 罐头用泪水告别了那段美好无暇的青春 告别了那个永远供奉在心里的麦娜斯 碧杰一直有着阴阳眼的功能 而在这个阴阳相会的次元里 碧杰也不再结巴 他常常在夜里和自己的客户聊天 客户也常常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 善良的碧杰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这已经是他们人生中 最后一次提出要求了 况且很多人在世奋斗一辈子 也买不起一辆车获一套房 碧杰总会不厌其烦地帮着最后一次忙 这天回到店里 碧杰发现酒病在床的奶奶 竟然奇迹般地站起来了 正当碧杰还在怀疑 这是不是奶奶临行前的回光反照时 她发现自己的结巴也突然消失了 阿嬷我先来 我先来 我先来 兴奋的毕杰连忙开车跑到街上 把第一次不结巴的声音 送给自己的好友明天 为他加油竞选 明天会更好 明天冻蒜 我明天冻蒜 起来 跳梅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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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要冻蒜就对了 冻蒜 这一刻 阳光撒尖头 碧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怯影 而恰恰是最善良的人 换来的却是上天对她的无情 她把车停在了加油站 几个暴徒上来便莫名地对她拳打脚踢 他们打了整整两分钟 活活地把碧杰打死 最后这帮复仇之人在被警方逮捕后 竟然才发现只是认错了仇人 碧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人世 原来回光返照的不是奶奶 而是她自己 那个百度人老里要接的人也一直是她 生活就是这样 没有逻辑 没有规律 明明上一秒还在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畅谈未来 下一秒竟阴阳相隔 而兄弟四人中数碧杰最穷 数碧杰最苦 但碧杰却是四人中唯一没有抱怨 没有诉苦的人 碧杰最多的时候 就是侧耳倾听三位智友的心声 可她恰恰是最缺少他人倾听的那个 每次奶茶店打牌 四人中的主角频频交换 但碧杰永远都是配角 因为她说话慢 因为她说的话简单 简单到三人等不及便替她说 所以大多数时间 她只能安静地坐在旁边 或者她的话语权总是掌握在其他三人手里 但这不是不由分说的剥夺 而是智友的心照不宣 而唯一一场碧杰作为主角的四人同框的心 便是她乔迁心居 四人一起祝贺一个扎纸匠的温柔 这座纸扎小窝 其实也暗示着碧杰的大线将至 就是如此浪漫而残酷 浪漫的地方不止以上 残酷的地方在于碧杰的趣事 才让她第一次成为四个人会面的焦点 会面的主角 电风和罐头精心操办着碧杰的葬礼 一阿月气不成声 这个温婉的女人决定赡养碧杰的奶奶 好友天才虽迟淡倒 可她却不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吊咽 而是作为一个政客 跟上次电风的婚礼一样 她竟然在葬礼上给自己拉起了选票 这没有温度没有人性的行为 让两位好友无比愤怒 他们将天载暗在地上狠狠暴走 而接下来这一幕更是电影史上的 从未出现过的画面 这处电影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代有演奏 在卫民里面拍的 都很不清楚是电影还是很细的人性 但对很多人来说 人性本来就是好人杀小 导演冲进画面打演员 这看起来荒谬的一幕 却真实地剪进了正片中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说到未来 以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衣锦还乡 开豪车 住豪宅 取一个娇气 我们总是相信自己身上有一双翅膀 肯努力便会展翅高飞 但过了四十岁 就慢慢可以理解 其实我们只是一只鸡而已 坐进了按摩房 女神无人供奉 钻进了纸扎屋 结巴开始有人听懂 跳进了无名湖 车位似乎不会拥塞 坐进了选举车 发票仿佛得以兑现 男人终将亲手掐灭青春的香火 敲碎人生的地砖 梦见索命的乌鬼 在钱包里塞满符纸 曾经逆风尿一丈 以为离成功只差多尾数 后来顺风滴到鞋 在宇宙爆炸里变成黏土的萝卜 最善良的横死街头 最认真的放弃事业 最有理想的最堕落 最没正经的最纯情 我说命运啊 你是不是太工整了一点 一口气看完2024年最炸裂的日本电影 匹配 女人每策划一场婚礼 就会有一对新人离奇惨死 他们食指相扣 脸颊被毁 身体更是用铁链捆绑在了一起 仿佛预示着永不分离 凄惨的场面 让警方看了都不寒而栗 他们找到伦花 询问情况 为何经过他负责的新人全都惨死 伦花却对此毫无知情 甚至表现得一脸无辜 伦花本是一名婚礼策划师 同公司还合作了一款交友软件 凡是在上面认识并相爱的情侣 公司都会为他们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伦花每告别一对新人 心中都会无比失落 因为她已经29岁 还未谈过恋爱 年龄了危机感 让她渴望拥有一段感情 这一天在同事的劝说下 伦花注册了交友软件 很快便在上面认识了一个叫白梦的男人 两人的匹配度达到了97% 作用冠军自从女侧下注册 作用冠军自从女侧下注册 ギ luc花 是不是 她的照片 你说大家都不会懒장을 但是你干什么 你怎么办 好好好 吃饭 怎么办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后 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约会 然而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伦花发现白梦跟资料上判若俩人 阴森恐怖的长相直接劝退了他 轮花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对方一直不停地发消息 他害怕地找到开发软件的男同事 说自己匹配的对象有些问题 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男同事说这个男人在各个软件上引起骚乱 还曾闹到的警察那里 轮花听后突然大声狂笑 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倒霉 第一次匹配对象就遇到这种人 但很快他就化悲愤为动力 投身到了工作中 可当他看到新娘的身边 有母亲祝福时 不免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 一晃已经过去了25年 轮花依旧无法原谅他 然而几天后 新娘跟他的丈夫就离奇死在了一家酒店内 两人食指相扣 身体被铁链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而桌上还摆放着他们跟母亲的合影 这天轮花正在跟父亲吃饭 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里面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对方没有回答 匆匆挂断了电话 轮花并未过多在意 可父亲脸上流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脑海中更是闪现出了一个红衣女子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一个湖边 一个红衣女子正坐在轮椅上 仆人拿来了一张信封 她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轮花的照片 这边轮花正在晾晒衣服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她回头看去正是白梦 轮花好奇 她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里 白梦解释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个人信息很容易得到 她今天过来就是警告轮花 不准再靠近公司的那个男同事 轮花听不懂她的话 害怕地跑回了屋 可晚上又一对新人遭了殃 死状跟之前的那对一模一样 第二天 轮花为了转换心情 约了公司的男同事一起看电影 尽量连来 从电影院出来时 她看到了那对新人惨死的报告 而她的顾客接二连三的死去 让她遭到了警方的怀疑 母 Omega 我今 常ELIcast 幸福 我当然狭松 可 Pers 保持根 向根 实际在 小实nelle 晴影 可伦花表现得一脸无辜 警方只好停止追问 伦花回到公司时 突然发现手中的订单全部都取消了 大家都忌惮经他负责的婚礼死了人 还郁闷地回到家 本想找父亲哭诉一番 可父亲全程心不在焉 脑海中全是红衣女的身影 原来红衣女是她在外面的女朋友 因为无名无分 所以胆大包天地来到了家里 父亲回忆到这里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而打电话的人正是红衣女 同时伦花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里面是父亲的出轨罩 他满眼不可置信 质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坦白自己背叛了妻子 他一直想结束这段错误的关系 但红衣女总是拿自己利焚威胁她 还说已经怀了孕 他当时被吓得不轻 本想落荒而逃 结果被对方狠狠刺了一刀 虽然那件事后 红衣女消失不见了 但得知真相的妻子也离她而去 伦花婷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一直以为 母亲25年不来看自己一眼 是因为讨厌自己 没想到竟是父亲的缘故 父亲失落地离开了家 之后来到了一处湖边 而伦花跑去找到男同事 向他分享了自己的家庭故事 说小时候见到父亲的女朋友 女人手臂上触目惊心的伤疤 让他看了十分害怕 女人离开时送给了他一朵四叶草 拥有这个你会变得幸福的 伦花说着便委屈地哭了起来 男同事为了安慰她 将她紧紧搂入了怀抱 此时闺蜜蜜的电话突然打来 说跟踪狂白梦来了她家 伦花预感不妙地赶了过去 结果刚到就听到了坠楼声 她一回头就看到了闺蜜 她伦花线的电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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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島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お辛いと思いますが田島さんの協力が必要なんです あの男 友が殺したんです だったら証拠見つけて 犯人捕まえて すみません 還沒等輪花從悲痛中走出 又接到了父親的死訊 她的屍體還被掛在了橋上 警方等到她情緒穩定後 才詢問她有沒有懷疑的作案人 輪花脫口而出了紅衣女的名字 正是她父親在外面的女朋友 她的女人 父親的相似 處理完父親的葬礼後 輪花感到十分空虛 她最重要的人全都不在了 男同事安慰她 還有自己在 緊接著讓輪花跟自己去一個地方 可對方帶她來到了一處廢棄大樓面前 輪花雖然有些忐忑不安 但還是走了進去 男同事一進屋就告訴她 這裡以前住著一個女人和她未婚生下的孩子 女人愛上了一個網友 整天泡在電腦的聊天室裡 然後順利跟對方相戀了 但男人已有家事 女人每天都患得患失 只要收不到對方的消息 她就整自己的手臂 並一遍遍地說著我愛你 受控的 避免地說著我 受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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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並走 手在 不小心 受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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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承受控的 她的 受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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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事继续说 母亲最后一次被抛弃时 用刀狠狠地刺了上去 她放学回来恰好目睹了这一幕 而这一幕也被楼上的两个邻居看到 之后母亲被逮捕了 自己则被送去了孤儿院 说完她就拿起一把小刀 疯狂向身后的屏风扎去 仿佛要将这些年的委屈 全部发泄出来 冷静下来后 她说母亲最喜欢的就是四叶草 所以当她看到轮花的社交头像 上面有一朵四叶草时 就确定了她是那个人渣的孩子 因此她要摧毁轮花真爱的一切 轮花抬头看向天花板时 发现上面贴了无数张照片 每张都被划了一个十字架 仿佛要将他们死死钉在赎碎架上 她被吓得双腿发软 男同事正准备痛下杀手时 突然房门被敲响 听到是警察 她顿时松开了手 这正好给了轮花逃跑的时间 还没等轮花做出抉择 男同事已经提刀追了出来 两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 眼看白梦危在旦夕 轮花趁机举起灭火器砸了上去 最终男同事被警方逮捕 经历过此事后 轮花不再反感收到白梦的短信 在相处中 她发现白梦是一位遗物整理师 突然之间就明白了 她为何看起来如此阴森 白梦也解释了 自己是出于喜欢 所以才会忍不住想靠近她 随着误会的解开 两人逐渐成了朋友 这天轮花打探到了红衣女的地址 并让白梦陪自己前往 她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四叶草 想物归原住 并为父亲的所作所为道歉 可红衣女没有任何反应 反倒是身后的仆人 发出阵阵痴笑 看到仆人手臂上的倒倒伤疤 才让轮花意识到 她才是父亲真正的女朋友 她问对方为何要杀了父亲 可女人解释 自己并未动手 她爸爸是自己立坟的 仁华怀揣着不安 掀开了红衣女的裙摆 当看到那对束缚住双脚的锁铐 她顿时傻了眼 缓过神来的她 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母亲 原来当年母亲将轮花丢在公园 是因为要当面跟红衣女谈谈 结果刚一上车 就被对方敲晕 看到母亲突然情绪失控 轮花将她紧紧抱在了怀里 却没注意到身后的女人拿起了一把刀 这件事后 轮花将母亲接回了家 每天不是陪她聊天 就是去医院看望白梦 为了感谢她替自己做的一切 轮花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一双鞋子和一套粉色的衣服 她希望白梦不要再穿阴森的黑大衣 随着俩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白梦去监狱看望了红衣女 红衣女以为她是来抱怨自己刺伤了她 白梦却说自己爱轮花 这让红衣女十分疑惑 白梦讲述自己不幸出生在了这个星球 但在追随轮花的过程中 她找到了幸福 也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项链 里面夹杂着一片四叶草 这让红衣女瞬间呆愣在原地 同时在警局的男同事 承认自己杀了轮花的闺蜜和一对新人 但否认杀了其他人 此时警局再次接到新的命案 也是因为交友软件而丧命的新婚夫妻 死法跟之前几起完全一致 另一边脱续作案服的白梦 正穿着轮花送的鞋子 在水池旁清洗着作案工具 紧接着她若无其事地来到水族馆赴约 最后发现金词 这让大小的换衣女兼 在水旁边出尾 哪里来到水旁出尾 就算人类派室 那边请尴尔子 sch文化企団 女人望我的在树林里跳舞 她挥舞着身体 周围还飘起了带着淡淡绿光的粉尘 仿佛是植物在向大自然拨洒种子 可当她停止的那一刻 天空突然落下无数之鉴 被射中的男人名叫森将 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摄影师森将刚和女友温存完 就接到一个电话 通知他住在老家的父亲山稷已经去世 听到这个消息 森将并没有感到悲伤 因为在四岁时 父亲就抛弃了他们母子俩人 父亲死在老家的浴缸里 遗体已经被政府处理了 现在通知他回去处理遗物和房子 都找到他的家 一人中心 我都已经走到山内 前面的山奥里 你应该是来的 我现在还要下雨 所以我一定会在这里 你不去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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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招呼 我来招呼 不用招呼 森将的老家在一座深山老林 自从四岁和父亲分开后 几乎没有再见过面 森将从邻居老太太的口中才得知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都在山林里闲逛 只有钱用光的时候才会去找份兼职干 这里的村民都把自己的土地房屋卖给了开发商 只有山稷迟迟不愿卖掉房子 而且他还经常骂其他村民是叛徒 山稷死的那天屋顶还出现了很多猫头鹰 这个公司是什么 我来说 父亲在消失olen了 我快要来一遇见了 我收饰了 大大 森将在房子里发现了父亲的工作室 里面全部都是关于树林中的奇闻异事 和拍摄到的动物 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森将的注意 这是父亲在几十年前拍摄的 当时他也在场 照片上有一棵树和一只猫头鹰 看着照片 一段记忆渐渐从森将脑海浮现 就在这时 村长带着开发商的业务员大导找到他 父亲死后 这对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 索性直接卖给开发商 交易完成后 大导要回东京交差 顺路送了森将一场 毕竟是在山路上 避免不了有隧道 就在出隧道时发生了意外 等森将醒来 却看到一个女人正在做饭 从侧面看去 应该是挡在隧道出口的那个白衣女小姨 就在这时 女友乡程给他打来电话 他刚想要回手机 却被小姨用刀柄敲坏 森将本想趁着小姨做饭时不注意逃走 刚打开门 却发现小姨不知何时已经来到门外 小姨给森将端来一碗汤饭 森将吃了一口才发现 里面是虫子 却发现小姨 啊 一 一 呃 呃 呃 另一边的大岛被绑了起来 看守他的小二正在吃一只兔子 吃完之后还嘴对嘴喂给他 就在这时 小三走来给大岛喂了一口水 紧接着小三也去啃刚才那只死兔子 小三津津有味地吃着兔子满脸幸福 小四躺在草地的椅子上 身穿绿衣享受着阳光的温暖 三将被小一用鞭子赶着来到了浴室 让他坐在温泉里洗个澡 可他刚坐下去 小五却从水下涌出 他抓着僧将潜入水中 片刻之后从一条河流浮出水面 而小五却在水下和鱼共舞 付大坏之后 出水之后 三将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刚好撞见被倒挂着的大刀 三将把大刀放下后 刚准备逃走 却被小二撞见 两人再次被锁在了草房里 因为实在太累 就在这睡了一晚 隔天一早 就被小一用鞭子抽行 饿了一天 大刀迫不及待地 喝下了小一送来的早餐 仔细看清楚是虫子腾口 吓得当场就把碗摔了 大刀四处查看 想办法逃离这里 正好撞见了路过的小三 大刀一草屋里有问题要给他看 把小三骗进屋里 然后趁小三不注意 把他打倒绑了起来 这座房子附近到处都是树林 他们在这四处寻找出口 但走了半天 发现又回到了原位 两人在树林里 见到了带着孩子的小六 立刻引起了森将的注意 因为小六和他的女友相成 长得一模一样 随身带的东西 被两个孩子拿走 但转眼间 小孩却不见了 他在附近转了一圈后 在两棵树中间找到了相机 而且旁边还放着他父亲山计 曾经遗留在这的镜头盖 另一边的大刀 却遭到了小二的袭击 小二拿着一把斧子 追着他砍 仿佛大刀是他许久不见的仇人 小二用力过猛 否则卡在树上 大刀也趁机逃走了 森将在山林里找出口 一直到了晚上 不知不觉又回到了 女人们的房子里 他从远处看 躺在草地上的小四 周围被插满了火把 小一和小五也突然出现 给他喂吃喂喝 仿佛是这里的贵客 我吃得那又备得了 不想吃 他們拍摄 不想吃 不想吃 这些 四辈蒸 是 很能吃 一只躺着不动的小色 小四睁开眼随后开始在椅子上跳舞 那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舞蹈 小四不停地挥舞着身体 周围还飘起了带着淡淡绿光的粉尘 仿佛是植物在向大自然播撒种子 此时大导也已经回到了屋子 正好撞见白天被他欺骗的小三 小三刚想转头离开 却被大导叫住 看着小三娇柔的样子 大导起了邪念 片刻之后 带着小三躲在这棵大树后面 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 与此同时 小四依然在跳舞 在他舞蹈停止的那一刻 天空射下了无数之箭 等隔天醒来 三将惊讶地发现 草地上的小四变成了六个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从来到这片山林里 一切都变得很奇怪 他只想赶紧找到出口离开 三将再次出发 想要找到出去的方法 在树林里转了一圈 只见到了一只死去的鹿 紧接着不知不觉又回到了房子里 他实在太累 想躺在地板上休息一下 却被小一踹在地上 小一打开一缸 腌制了很久的酱 那味道十分腥臭 差点让森酱呕出来 小一用手指粘了一点 拿到森酱面前让他尝尝 森酱挥手拒绝 却挡不住小一的热情 他只好渺为其难地尝了一口 没想到这些酱闻起来腥臭 吃起来特别香甜 另外一边的大岛还在树林转圈 走了半天 又回到了昨晚的那棵大树下 再次遇到了小三 他又把小三按倒在地上 刚把裤子脱下来 就被赶来的森酱看到 这才打断了大岛畜生般的行为 大岛继续去寻找出口 他还想着赶紧回到公司 去领那两亿日元的报酬 公司答应 只要想办法买下山基的房子 就给他两亿酬劳 森酱跟在后面 想要问他和小三发生了什么 却被大岛直接推进旁边的河里 大岛继续沿着河边寻找出口 却看到小五一直在盯着他 小五的眼神让大岛感到非常不适 走得太急没注意 脚下一滑也摔倒在河里 而他的公文包却掉在了河边 与此同时 掉在河里的森酱突然从小西边醒来 他亮亮呛呛地站稳之后 抬头却发现眼前的树十分眼熟 森酱拿出从父亲房间带走的那张 有猫头鹰的照片 这才看清楚 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 一段记忆突然涌入森酱的脑海 那是在他四岁时 不小心落入这条小溪 当时溪水还很湍急 危急时刻 水面映出一张女人的脸 紧接着 女人把森酱从水下救了出来 救出森酱后 女人转身离开 父亲想要拦下感谢他 却拍下了终身难忘的一张照片 女人变成了一只猫头鹰飞走了 而山继也趁机拍下那张 有着猫头鹰的照片 从此之后 山继知道了这座山林里有精灵 为了找到精灵真实存在的证据 他几乎每天都在树林里寻找 放弃了工作 连家也很少回 不久之后 妈妈带着森酱离开了他 而在森酱的眼里 是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 也正是知道了这片山林的神奇之处 山继才拒绝把自己的房屋土地 卖给开发商 森酱在山林的徘徊间 找到了大岛掉在河边的公文包 从里面的文件才得知 开发商买下山林 是为了堆放核废料 而他的父亲山继 曾向开发商提交了一份抗议书 山继想要保护山林 保护这里的精灵 所以当森酱把房屋土地卖给开发商后 便被精灵们困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阻止大岛 把收购协议送到开发商手里 森酱带着大岛的文件找到了小一 告诉他 自己已经明白了发生的一切 下一刻 小一召唤出一只蜜蜂 给森酱引路 带他离开这个位置 回到现实 与此同时 落入水中的大岛 从温泉里钻出来 他找到自己的公文包 发现里面的收购协议 已经不见了 于是对小一动粗 让他交出文件 小三想要上前劝阻 却被一把推出去几米远 大岛仔细看去 却发现小三肚子 大岛马上要生产了 而即将出生的 就是大岛的孩子 大岛随便拿起一把镰刀 就要去找森酱 他要从森酱那里夺回文件 谁知小六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发出奇怪的叫声 大岛下意识回头 挥舞着镰刀 砍到了小六的脖子 小六当场死去 另外一边的森酱 穿过一片大雾 已经回到了现实 正好被来寻他的女友香成看到 香成搀扶着森酱站起身 森酱拨打了村长的电话 通知他 自己不想卖房子 开发商并未说明 买山林的目的 自己是被骗 才决定卖出房子 但是被村长回绝 森酱让香成带着他赶紧回到东京 去起诉开发商 在路上 香成给了森酱一封信 香成在找到森酱之前 先去了一趟他的家里 并从纸箱里 找到了山迹 给森酱留下的这封信 信上提到 开发商试图破坏这片山林 他要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保护这片山林 还有一个叫做大岛的业务员不可信任 森酱想起刚回到村子 见到的那位老奶奶说的话 山迹明明看起来还精神抖擞的样子 为什么突然就死了呢 他这才意识到 是大岛为了买下房子 才杀了父亲 森酱让香成下车 他要开着车 重新进入另一个世界 找到大岛报仇 大岛失手杀死的小六之后 小二拿着一把斧子找到了他 看样子 无论如何也要送他去领盒饭 在打斗中 小二咬了大岛一口 瞬间他就感到了剧痛 而被咬的位置 出现了两颗动物的牙印 并且有中毒的迹象 紧接着 小二化作一条蛇逃走了 大岛又找到了小一 用性命要挟他 说出森酱的位置 但一旁的小三 却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 片刻后就产下了一颗蛋 大岛知道 这颗蛋是自己的孩子 大岛一把抢过蛋 就摔在地上 小三疯了一般 扑向碎开的蛋 他不停地拨弄着蛋壳 想要把蛋重新组装回去 就在这时 三将回到了屋子 他要为负行报仇 在和大岛打斗的过程中 被大岛用叉子插进了腹部 看着森酱渐渐没了力气 惊恐之余的大岛起身就跑 最终三将死在了那辆车里 而大岛也因为被小二咬到而毒发身亡 死后的他变成了一片花草 没人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是梦境还是现实 但还是那一句话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是梦境人人有责